很多人一生有很多做错的事情 很多人因为自己做错的事情 纠结难受 过去只能代表过去 不能代表对你自己今后将来信心的丧失 所以很多人回忆悔恨失落 只会增加烦恼 看不起自己你们会遗失本性 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很顽皮 非常的粗鲁无理 在学校惹事生非 与同学打架 没有一个人要跟他玩 他自己认为 他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了 但是只有一个叫菲拉的老师例外 有一天放学之后 菲拉叫住了他 我遇到了一道难题 你能帮我找出答案吗 这三个候选人要选出一位 第一 这个人有点迷信 有两个情夫 抽烟很凶狠 嗜酒如命 第二个人是练床 整天不想起床 一般到了中午才起床 曾经吸过哑片 第三个人 他曾经是国家的战斗英雄 他不吸烟 偶尔的喝点啤酒 年轻的时候 从来没有做过 尾巴的事情 菲拉说 孩子 假如上帝 要在这三人当中 选一位 能够造福人类的人 那么这位老人家 你会选谁呢 这个十五岁的孩子说 那当然是第三个人 菲拉说 孩子不对 你知道这第三个人 他是谁吗 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他的罪行 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骂 这个孩子 呆呆地看着这个老师 不知所云 老师继续跟他说 孩子 那么你知道那前两位 他们是谁吗 菲拉停了一下说 第一个人叫 弗兰克林罗斯福 他是美国历史上 唯一连任的总统 第二个是英国首相 丘吉尔 他是英国历史上 最著名的首相 菲拉用手 抚摸着孩子的头说 孩子啊 你才刚刚开始 过去的荣辱 只能代表你的过去 你如果改掉 你过去的毛病 一切将会重新开始啊 小孩 两眼含着眼泪 坚定地点了点头 许多年后 这个名字被很多人知道 他就是想遇华尔街 最年轻的金融家 叫罗伯特哈里森 人的心像一家 24小时全年无休的造罪工厂 在每天的贪嗔痴当中活着 不停地在造着夜 世上没有无心之过 所有的过错 都是由你的心而生啊 所以我们修行人 就是要管好自己这个心啊 我们修行的目的 就是要认识自己的这颗心啊 找回迷失的自己 完成生命的觉醒 所以真正学博的人 修行注重修行 修行必须修行 所以学博就要修行修行啊 我们有些人特别在乎自己的人 烦恼往往也特别的多 你太注重自己了 你烦恼就多 而那些无私无我 整天想着别人的人 他们善良 他们活着自在和快乐 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留恋 你则心无挂碍 一个不能原谅别人的人 他的心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我们要抛弃人间的小聪明 我们去寻找自己本性当中的真智慧 想让别人快乐 我们首先要自己就快乐起来啊 要让自己的佛性长存 佛德永住 唯愿久住沙尘节 利乐一切住众生啊 在纽约 有一座帝国大厦 在台北有一座星光摩天大楼 造的都很高 但这种大楼要花三年的时间 打地基的工程 地基打好 用一年半的时间 万丈高楼就起来了 所以越高的大楼 地基也要稳固的基础 我们学博人 要想学得好 就是人格 本性 还有自己的业障 都要关注 我们的地基不好 我们何来到天上 见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地基稳固 我们才能修得高啊 很多人每天想成功 但是脚又不脚踏实地的去做 著名的作家林清玄曾经说过 我是一个农夫的孩子 家里四代种地 每年只能有一次的收成 但是我们必须天天下地去工作 每日耕耘 中年到年中才会有收成 每当我们看到很多人 在排队等电梯 就会有很多的人走楼梯上去 走楼梯虽然比较辛苦 反而比较快 有些人整天在等电梯 他们就游如现在社会人 整天地在等着机会 而有些人一直在爬楼梯 等他们到了上面 把事情办好了 下了楼梯 看见楼梯电梯的门口 还有长长的队伍 排在那里苦等 因为等电梯的人太多 机会对他们而言 反而相对的就少了 同样的道理 放弃人生的电梯 成功没有捷径 靠的是我们 踏踏实实的学博 学博人没有捷径 从我做起 念经许愿放生 必须勤奔吃苦忍辱 这就是你的基础 这就是你学博的开始